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買了什麼化妝品 如果你有留意我的vlog 或者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其實我也透露了一點點 究竟我買了什麼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底妝 最近在找一個粉餅 因為我覺得有粉餅的話 外出保妝比較方便 就算是氣剪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BB Cushion 帶我外出 我有點不太想我臉很油膩的時候 我再用那個粉撲去拍上我臉 所以我覺得用一個粉餅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這個也不是最近才很Hit 一直都很Hit 但我一直都沒有買 最近看到它減價 我就入手了 我買了MAYBELLINE FIT ME的粉餅 我買這個色號是220號 其實我也想了很久 我究竟是否適合這個色號 因為它沒得試 所以變了就沒辦法 開了之後它是這樣的 打開裡面有一塊鏡 之後有一個海綿的粉撲 它的粉撲有點貼 不過不要緊 它是對面負心的 現在來說就補一補妝 多試一試 色號是適合的 如果平日拿出街上的補妝 應該挺方便 因為它也有鏡子 但是這個粉撲有點不太好用 所以可能之後我還是會換自己的粉撲 而且它這個空間也很大 所以就算我換自己的粉撲 也不會說放不下 這個也是看小紅書大力推介 所以我應該會慢慢再試用它 之後又是Maybelline的產品 我這次就是我走過的時候 看到這個眼影很豐葉 就是很秋天的眼影 所以我就買了 就是這個Maybelline The City Mini Palette 這個色號是530 High Rise Sunset 那這些顏色也是很秋天的顏色 而且它又這麼小 很方便帶出街 唯一有一點我覺得很美中不足 就是它沒有掃 它給棉花頭掃也好 它其實可以整個小一點的位置 放棉花頭掃在那裡 但是它沒有 我試過上手 其實粉質都很細緻 也很出色 最壞的是我現在有眼影在眼裡 當我下了眼妝 我們試試上眼睛看看是怎樣 下了妝後 用回剛才的粉餅 壓一下眼睛 我們來試用這盤的東西畫一下 它有很多顏色 我們來用這個 先用一個在大範圍眼皮打底 因為很出色 因為我皮膚比較深 所以這個顏色剛剛好打底就好了 令到之後的眼影更加出色 由於它沒有掃 我就全程用手指去畫 哪個比較秋天 好像這個比較秋天 我們用這個 好出色 我應該先用黃色的 好出色 OMG 用手指滑開 用手指滑開 很多大面積在我的眼皮上畫 然後用啡色 開眼味 這個用手指滑也可以 黃色也不錯 不錯 用手指滑也不錯 黃色也不錯 嗯 不錯 我挺喜歡 那當然啦 我覺得都是用掃上的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它沒有給掃上的 所以如果粗略用手指上這個眼影的話 都OK 不錯 它的粉質也算細緻 而且很容易滑開 但我覺得它的顏色 一定要增加 因為我覺得 就這樣上一層 其實顏色 不是說真的好出色 我現在就這樣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 黃色 還有後面的啡色 要再上幾層 才會滑得漂亮 我自己覺得 但是初步上了一隻眼 我自己覺得不錯 那這邊呢 我覺得是比較秋天的顏色 那這邊呢 就是大家平時都會用開 還有一層磚紅色 還有一層橙紅的 那一類的眼影 所以 這裡兩邊的格局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在找一盤 是用秋天的眼影 我覺得這個不錯 好 之後呢 另外就是我先前 去了Urban Outfitters 那裡逛街 我不知道 原來他們自己 是有自己的美妝的產品 那我那天去到 我就看到 它有很多 它有唇膏 有mascara 有眼影 那當然 一旦有眼影 就很吸引到我的眼睛 那所以 我就在那裡買了一盒眼影 那這一盒呢 是叫做 Magic Hours 那這個眼影呢 是Made in Canada的 我第一次找到眼影 是Made in Canada 那我就 噢 好好啊 我想試一下 那這樣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盤眼影 開了進去之後 它有一句句子在上面 那它就寫著 Let your eyes shine even brighter 那這一個眼影呢 是一個比較酷通的顏色 打開裡面 是這樣的 那這些顏色呢 全部都是比較酷通的顏色 但是也有一些偏軟色系 例如這個啦 這個啦 這個啦 那其他呢 就比較冷色系一點點 但是其實呢 這個顏色呢 出來了 其實不是真的眼影盤 看上去那麼恐怖的 那我又試在我另一隻眼裡 好 這個呢 pallet裡面呢 又是沒有掃的 而且它是沒有鏡的 噢 剛剛那個pallet裡面 也是沒有鏡的 所以大家要自備鏡 那這個pallet裡面 也是沒有鏡的 而且呢 它的包裝呢 是紫質的 所以是很容易弄髒的 嗯 我自己在這裡試色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嗯 它的粉質都算OK 不是很非粉的 那但是呢 有一些的珠光就比較厲害 那它的粒粒感呢 比較大 那但是有些呢 就很有細的 裡面呢 有兩粒 是matt的 但是其他全部都是有珠光的眼影 怎麼好呢 我們試什麼好呢 那我們來一個冒險家精神 我們試一些平時不會試的眼影 反正我拍完這條片呢 我就圓的了 我就剪片了 所以不要緊 我們試這個綠色 好像mint的眼影 這個是paradot 我們一樣是用手指上的 因為它沒有掃 嘩 嘩 這個眼影 嘩 然後呢 就拿個... 好啦 我們試完紫色吧 我們試完紫色在後面 嗯 很糖果的顏色 我現在的眼是糖果屋 然後就拿這個 再深一點的紫啡色 開眼 嗯...我覺得它的顏色比較淺 嘩 好糖果屋 畫完之後 覺得自己 搞笑啊 現在的眼睛 都是一樣啦 我覺得用手上會好過用手上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上的時候 有一點點 一邊掃的時候 它的粉有些變成一條條的條狀 就有一點拆膠粒的感覺 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的粉質比較... 呃... 大粒 而不是說很幼細 所以會有這個... 感覺出現 但是其實... 整體來說 我挺喜歡這一盤眼影 那... 當然啦 平時就不會這樣畫出街啦 那麼恐怖 那... 但是... 有幾粒這些特別色的話 其實也是好的 但是這一盤眼影呢 其實它都可以做到平時自然的妝 例如這三粒啦 就是平時我們粉色是會化的妝啦 再不是呢 Moonlight啊 Stardust啊 Pixi 這些全部都是平時我們會用開 用來打亮眼頭啊 我們會放在眼皮的中間 做一個打亮的效果啦 那這些平時都是我們會用到的顏色 所以都不是一個完全不會用到的palette 只不過呢 如果你單獨用它的話 就有點困難了 因為其實它沒有一個眼窩的顏色啊 沒有一個打底的顏色啦 也沒有一個比較深的啡色 或者深的顏色呢 讓你去做有一個層次感在裡面 那它畫一顆比較深色 而又可以在後眼尾的話呢 就只有這兩顆顏色 而且呢 這一顆還有是膚色啦 還有它有珠光的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整個眼影盤裡面 只有這一顆呢 是可以放在眼尾的而已 那所以... 對啦 我自己覺得 整體來說我挺喜歡的 而且它是Made in Canada 我覺得這東西很新奇 那我打算遲些呢 都會去上網找多些 Made in Canada的產品 然後再用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 哇 原來是有本地的藝人 去自己製造他們的眼影 我覺得這東西很cool 很有型 那所以... 對啦 我都會再去搜尋一下 但是這一盤是我新買的眼影啦 那我另外呢 還買了這個 At Two House的 Mini Two Tones的唇膏啦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在一個網站 叫Beauty Neck Korea那裡買的 那這個呢 是Irene的顏色來的 所以我就買了 而且它很有趣啦 很細緻的而已 那你拔了它之後呢 就塞在屁股裡 之後呢 就扭出來 那它是一個這樣 打橫的 橫切面來的 我自己覺得挺搞笑的 那上了嘴之後呢 那顏色很漂亮啊 這個顏色 完全是秋天的顏色來的 好漂亮啊 那這一支叫做 Hesone 我自己覺得 好漂亮 嘩 不要看這邊 這邊好恐怖 這邊的話就完全是秋天了 秋天的眼影 秋天的唇膏 這邊不知道搞什麼 好豪達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在10月頭 9月尾的時候 買的化妝品啦 希望呢 大家也會喜歡我今次今日的分享啦 如果呢 想看我更加多 即時今日的分享呢 就去我Instagram那裡 追蹤我啦 那因為 有很多Product呢 我都是即時買的 或者我即時看到的時候 我都會在Instastory那裡 snap了那一刻出來的 那所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 我們下次再見 Bye 2 1 2 3 2 1 2 2 1 3